同学们,我们今天来说说这个Sybron Data 首先呢,说说这个Sybron Data是什么 Sybron Data像Sybron MVC一样 像Sybron Security一样 它是Sybron的一个子项目 它用于简化数据库访问 那么它支持No Circle数据库跟关系型数据库 它支持的No Circle有MongoDB,NOSJ,Redis,HBase 它支持的关系数据访问技术有JDPC,JPA 我们今天讲的主要是Sybron Data跟JPA的这一部分 这是我们的主要目标 让Sybron Data跟JPA整合起来 看一看会有哪些神奇的化学反应 JPASybron Data概述 前面这个是Sybron Data概述 这个是JPASybron Data概述 那么它致力于减少数据访问层的开发量 开发者唯一需要做的是声明接口就可以了 声明接口声明方法其他的Sybron Data就可以帮我们完成 我们首先看一个例子 大家看我这块的话没有一个Person 我这个Person用的是JPA进行映射 然后呢我声明了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叫PersonRepository 里边我声明了一个方法 就什么呀 getByLastName 根据LastName来查找这个Person 这就行了 当然我里边的话呢需要有一些通用的配置 这个的话呢一会我们会讲 然后就可以来进行测试 走起 我们看到了Select以及打印这个Person的信息 这就是Sybron Data 它能做的不只是这些 我们想知道的分页 征商改查以及带查询条件的分页 都可以用Sybron Data给我们完成 好一会的话呢就开始